看好了没有没有票了 没票了 没票了 全是英座 我碰没有了 到什么时候都没了 嗯 我们只有坐飞机了 现在 飞机票再给你两千多块钱 那你就坐英座 我跟美国坐那个啥 飞机票 坐飞机过去 那你的意思我提前三天过去 对 然后我们在北京会合 好吧 怎么了 你不是说省钱吗 这省钱啊 哎呀 还有个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好 就是我想把爸一块带上去旅游去 啊 我这次其实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把爸和妈一块带上去旅游 然后呢 妈说他腰疼了 可他也不喜欢旅游嘛 然后从中我得知了 爸有一个愿望 就是几十年都没回过老家了 今年爸七十多岁了嘛 对 然后呢 他就是特别想看一下他的老家 然后那还有人呢说的 然后我就想着 看着这几年爸不腿走回离锁嘛 嗯 完了以后 干啥你 你长这么好 啊 想这么周到吗 我本来就挺好的呀 我你才发现 说实话 爸就是一直有这个心愿的 就是想回老家看一看 是吧 嗯 我就说嘛 你看我们也不经常出去内地 是不是 这好不容易去一趟呢 也其实挺不容易的 干脆就把爸一起带上算了 你再过几年了 我公公年龄大了 他也去不了了 可能就是 腿脚也不利索了咱 现在问题就是一个 我们要四个人的话 火车票现在订不上 火车票要比飞机票便宜一半 现在只有坐飞机了 反正是 坐火车就是坐硬坐嘛 四个人说 你开什么玩笑呢 爸那么大年纪了 米国还那么小 你要去北京的话 你要坐硬坐至少两天两夜吧 你坐到那人都直掉了 但是现在也是暑期高峰 飞机票也贵 确定 你确定呀 你没火车票的 你不确定飞机 你咋走着去啊 人家网友都说了 让你自己买硬坐 或者你走着去 跑着去 我跟米国买飞机票 干啥去啊 我的天哪 我天天整这个店子 都没有发现里面有钱 你找这钱干啥 给你资助一下啊 是不是啊 这都是你的私房钱是吧 对啊 这五块钱也直到的藏 什么五块钱这是啥 臭死了 藏到这儿了 妈呀 你真是人才 谁动你的钱 你就天天藏藏藏 最危险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 董董董董 哎呀 你也不容易啊 全都给你啊 站在你这么孝顺的份上 哎 给你拿去吧 哎呦 这男的 要不要 割肉呢这 你要呀 给我呀 一道是 可以吗 还有这觉悟啊 不错 继续存啊 关键时候再拿出来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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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